好 其实今天去办事情 去办一个签证的事情 过两天还要去广州一趟 也是因为签证的事情 所以说早晨一上午都没什么心情拿出来拍 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很激动 很紧张 大家有去看我上一期的人生遥控器吗 第28期的时候 有些同学给我留言 叫我去拍一些当地的洗浴中心 我说这个做不到 这个人家首先不让拍 而且我很少去这种场所 希望大家给我踊跃的留言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可以把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拍摄到我的围绕梗里面 好吧 我继续做事了 跟你们聊 过几天 短周见 做个签证要准备房长证 集中车辆 护照 然后 这个我看啊 户口本 然后还有 结婚证 还有生育服务证 出生医学证 牛逼中国特色 哈喽 大家晚上好 今天白天 这个因为签证的事情 倒估了一整天 然后我今天回家以后收到了一个包裹 我就直接打开了 刚好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是很实用的一个小东西 其实永诺我最早知道的时候 他是做闪光灯的 闪光灯做的不错 后来又出了镜头 50的镜头 然后现在这个又关注到他出了这些LED灯 然后有一张这种小小的灯是非常的方便 不管是拿那个夹子夹在哪里 或者固定在哪里都非常方便哈 他这包装盒就是比较简单的了哈 他这边有写的就是说 LED专用驱动芯片啊 电量测试啊 还有超大的LED关注啊 还有三种电源的输入啊 国厂这些灯虽然说还不错 可是包装都还比较扎啊 这就是他的灯了 我们等等看 然后说明书 我看 还有把修卡 然后里面还有4片的折片哈 化妆盒里就都没了 好像还有个架子 还有一个这个架子热靴架 可以把灯架在桌面上 都没了哈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 然后他有肥叶 可是肥叶 我觉得很坑爹的哈 变成银色 其实是银色我有试过哈 这个银色非常的干扰这个光源 会让你折射出乱七八糟的砸光非常多 我到后期应该会把它喷黑 或者旋开这个螺丝 把这个黑色这边放过来 因为首先斐叶灯光斐叶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把光束给集中嘛 对不对 减少光线的输出 那你又搞了这么多的反光面 你不是让这个光线更杂吗 我觉得这不科学 然后这里面是216颗的LED 然后转过来看 这边有个DC口 12伏可以直接给它供电 然后这上面 可以装550的电池 我有买一块薄的550的电池 直接插上去用也可以 或者说你想让它续航更久的话 可以买这个970的电池 直接扛上去用也可以 然后你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 打开 这里面同时可以有6颗的5号电池给它供电 三种的这个供电方式 然后这个底下就是一个热靴了 可调节的一个热靴 底下也可以用四分之一口固定 然后我们要说一下哈 后面有四个按钮 能看到吧 后面有四个按钮 分别是开关 还有个电量指示 这是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张灯 因为很多这种970 550 770这种电池 没办法知道它电量的情况下 这张灯可以知道它的电量 哈 然后有一个慢速的调节和一个快速的调节 我们先开灯 打开 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快速调节的时候 照到背后哈 然后我们拨动这旋钮 它可以很快 没有发现 哈 如果我们需要慢速的我们按这一颗切过来 这颗红灯亮 然后 它会很缓慢的去调节它的输出 哈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性化的 切过来快速的调节 它慢速的 两个调节方式 然后要知道电池电量呢 按一下这颗电量 你就会知道 现在这颗电池的容量多少 我刚刚按还是满电 现在已经灭掉两个灯了 说明它在耗 哈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这张灯平时有什么用呢 基本上我有的时候会 拍一些小东西的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我 在做这种拆箱的过程中 因为我的这个桌子的面积 和我背后的背景板面积 其实是很窄的 估计也就一米五两米这样子 所以说这种小的空间 我就需要有这种小的灯 我会有个这样的大力夹 会有个这个大力夹 然后顶上这个部分呢 我就会直接连住这个热靴座 然后这个夹子夹在哪里 我都很方便 这时候我在说话的时候 是正常的两掌LED 从我眼镜里可以看到 左边一个平板 右边一个平板 那如果我夹了这张 这种小的LED 在我的前方45度正角打下来的时候 是这样 有没有 人马上就会立体起来一些 因为我把这张灯夹在我的45度角往下打 人的下巴的阴影就会有了 这样子 人明显就感觉 有没有 下巴就尖了 我们现在再说回来 像这种小灯啊 打一个侧逆光之类的 你也可以用这张小灯去打爆你的背景 一盏灯夹到背后 这样子我的背后的光源就亮了 我如果前面再来一盏 人物就会比较立体一些 有没有 如果这张灯后面关掉 后面就是暗的 人物就不会凸显出来 如果这时候如果亮起来 感觉就会好很多 因为我像只有一只手 我们来试试看 我把灯全部灭掉 我们试试看 像这一盏灯 如果只是一盏灯 曙光从远处 从远一点地方打过来 人物就会有个轮廓了 如果从顶上打的话 一定我有手在 人物可以营造出各种不同的气氛 稍微像我像脸有一点爆 把它调小一些 输出调小一些 然后它又配了四片的色温 这一片是红色的 蓝片 这一片是暖片 然后今天突然间看到这个 大江的这个 精灵商的四兄弟 又出了一台 SE Fountain P3又出了一台 然后它无非的改变就是 好像把WiFi的距离 变远了一些 我感觉应该 并没有很大效果 然后就是把原来的2.7K的 这个摄像头升级到了4K 然后在4K只能到30帧 然后高清能到60帧好像 然后后面多了一个B站系统 然后售价为2999元 不过这个价格 如果找一些好老板打点折扣 2000多元买一个这种入门机型 也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款大江的Fountain 3 SE 很高兴大家收看完我这一期Vlog 记住要订阅我的频道在底下 我是摄影师车文江 我们下期见